学联预计获得法庭颁受临时禁制令的原告人 最快会在礼拜二安排执达主任 去到旺角占领区採取行动 至于在旺角的占领区仍然有大批的集会人士留守 没有因为临时禁制令即将执行而提早离开 罗文丽报道 学民思潮在港九多个区摆街站 有成员在旺角行人专用区向市民派发单张 讲解占领运动的理念和集会人士留守的原因 希望争取市民支持 针对旺角临时禁制令上诉许可和暂战换执行申请 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后 在旺角占领区未见有执达里到场移除障碍物 或是将贴法庭的临时禁制令 在金钟、中信大厦外仍然有铁马摆放在这里 集会人士预留通道被车辆进出停车场 学联预计执达里最有可能在星期二到占领区清除障碍物 在宣传的过程中我希望警方都会谨守原则 就是执达里才是清路障的主体 而警方只是予以协助 例如执达里没有办法完成职务的时候 警方才参与在里面帮忙和示威者划船 而灌中游览车和跨境全日通有限公司早前入品 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 要求法庭禁止占领人士占领干落岛中、下阁渡 及熊绵路等的路段 案件在星期一再审讯 亚洲电视记者刘文雷布团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网纸上赞文 再次呼吁占领人士停止行动 否则就会失去道德高地 蔡子璇报导 在澳洲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曾俊华在网纸上 社会上开始对法治讨论有共识 明白手法不是法治的全部 但手法是法治的重要部分 他又说市民对政改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用理性、无实的讨论达至共识 曾俊华又说如果佔领人士在犯法之后去自首 显然是不足够 他批评佔领人士违反法院禁制令 是直接冲击法治的核心 他引用印度姓洪甘地和南非尔 故总统曼德拉的例子 指他们是以自我犧牲作为感召 而不是影响其他市民的生活和利益 作为向政府施压的筹码 他说佔领行动已经50日 是时候回归理性 如果佔领人士真的相信争取的是目标正确 就应该停止佔领行动 否则只会失去杜德高地 亚洲电视记者蔡子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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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